细看《甄嬛传》中,端妃前妻与皇后遗休并无矛盾冲突,而且即便有,那也是因为甄嬛战队的缘故,可在后期甄嬛打算扳倒皇后之时,义格殿娘娘却忽然说出 我和你一样,恨极了她,然而再恨,如果我们不能一击将敌人击倒时,只能极力地忍耐 此时,从义格殿娘娘的话中我们可以推出,她很早就恨上了皇后遗休,可却迟迟没有机会报仇,这才极力地忍耐 而这个时候便有观众问了,整部剧中也没有表明皇后有对义格殿娘娘下手 那么这端妃为什么也恨极了皇后,今日我们便来分析一下 首先义格殿娘娘会恨遗休的第一点原因,便是因为遗休冷眼旁观的缘故 我们都知道,华妃与义格殿娘娘之间是死敌般的存在 而起因便是源自华妃当年还是侧福尽时,怀有一子 但却因喝下了义格殿娘娘送来的汤药而落胎 就因为此事,华妃恨极了义格殿娘娘 就算你生不如死,也补不了我丧子之痛 皇上登基,遵你为妃与我平起平坐,还留你一条命 我怎能不恨,像你这种恨毒妇人,就应该做成人质等死 此时的华妃一看到义格殿娘娘,就赏给了她一巴掌 要知道,义格殿娘娘好歹也是降门之后,与华妃一样从出生起就贵不可言 但如今却要被华妃肆意羞辱,这也让义格殿娘娘所感到生不如死 她即便如此,皇后遗休作为中宫皇后本应该出面阻止 但是遗休却视若无睹,人由华妃这般羞辱义格殿娘娘 且看之后,华妃在回宫路上便嘱咐内务府强行苛待端妃 从这儿,华妃和宋芝的对话中分析一遍可知 伊格殿娘娘已经受到华妃羞辱良久 不仅是新鲜的吃是没有,而且想必伊格殿娘娘的药物也会被客口 如此做派与甄嬛之后被大胖菊关在岁域宣食一般 就如同被打入了冷宫 但区别在于,线下的伊格殿娘娘可是大胖菊后宫中的四妃之一 按理说过得如此凄惨,大胖菊不会不知晓 而唯一的可能性便是皇后遗休在帮助华妃隐瞒实情 于是造成伊格殿娘娘如此被羞辱的因素中 便是还有皇后遗休的推手 而端妃恨及了皇后的第二点原因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原因 便是当年造成华妃小产的那碗堕胎药 是遗休让端妃送去的 因此伊格殿娘娘承受了华妃这么多年羞辱和欺压 实则是有遗休的算计在内 首先我们知道,让华妃落胎的真正元凶是太后和大胖菊 此时从大胖菊和太后的话中我们可以得知 华妃这么多年以来都是恨错了人 而这里的实情,作为受害者的端妃也是知晓 华妃落胎绝不是自己下的手 那么一向聪慧的伊格殿娘娘自然会去查明真凶 于是才有了她同华妃辩解的一幕 如果我真的是罪大恶极 皇上也不会留我苟活至今 皇上信你苟活至今 可是我死都不会信 被我安排要是你端给我的 此时从华妃与伊格殿娘娘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知晓 从华妃落胎的那一晚 大胖菊的身份是好人 更是一直护着伊格殿娘娘 而从伊格殿娘娘对待大胖菊的态度来看 她必然是不知道 导致华妃落胎的幕后真凶会是大胖菊 那么在华妃落胎的整个过程中就少了一个必要的环节 大胖菊对华妃的胎下手是偷偷地将她的安胎药换成了落胎药 而这一晚被换掉的药最终是由伊格殿亲手端给了华妃 最后导致华妃落胎 而这关键的一幕 伊格殿并不知晓是大胖菊下的手 也就是说大胖菊通过另一个人作为传播的媒介 与端菊进行了直接的交流 而这个人便是皇后 如此也能证明伊格殿为何会这样辩解 此时的伊格殿说起华妃当年的部分青红皎白 也就表明端菊是知晓落胎药的背后 是另有他人下的手 而从始至终大胖菊都护着他信他 这也让伊格殿从未怀疑过大胖菊 那么当年在前邸 作为侧附近的伊格殿连年是蓝都不怕 剩下的也就只剩个敌附近遗修 能够在背后下手 也因此华妃羞辱了伊格殿这么多年 伊格殿与华妃不死不休 也恨极了皇后遗修 由此可见伊格殿为何会恨了伊修这么多年 明明在整部剧中伊格殿与皇后伊修同框的镜头 少之又少 这无中生有的恨意 实则早就埋下了深深的伏笔 而段妃恨极了皇后的第三点原因 便是因为伊修打胎小分队队长的身份 在剧中 段妃是个很喜欢小孩的人 尤其是对待温姨的时候 更是教了这个孩子两次 所以时的段妃便是十分喜爱温姨 因为她是大胖绝的孩子 所以爱无极物 而之后在甄嬛面前 段妃也是表现出对温姨的喜爱 这里的段妃说起温姨 还有大胖绝其他的孩子时 那眼神中都放射着光芒 由此可见 段妃是真心喜欢孩子 可偏偏一休作为打胎小分队队长 一直在对大胖绝的孩子们下手 这就导致了段妃对皇后遗休的恨 甚至是不喜 回看甄嬛传中 段妃为什么恨极了遗休 想必今日分析完以上三点原因 可以明了了 甄嬛传中有这么一个人 她嚣张跋扈 连皇上都不放在眼里 她英勇善战 却甘为一个女人做尽试试 她就是宠媚狂魔年庚瑶 这期咱们就来唠唠 年庚瑶宠媚那些事 第一点 华妃没钱花了 年庚瑶给 用华妃的话来说 就是在小鬼难缠的深宫中 要向下人们给你办事 必须给足了钱 所以华妃不仅在吃穿用度上 花钱如流水 而且在赏下人这方面 华妃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按照华妃大手大脚这种性子 宫中发的阅历银子 她十天都不够花 这些年哥哥在外头 明里暗里的接接了本宫不少 不然就靠这点阅历银子 十天都撑不住 可见皇上这波赚稳了 自己的媳妇儿自己每个月只需要养个十天 剩下的二十天由她大舅哥养 除此之外 年庚瑶还给华妃拉皮条挣钱 正如华妃所说 总是问娘家伸手要钱也不好 于是送支给华妃出了个赚外快的主意 奴婢厅宫里的人说 大将军回京以后 想要拜见囚官的人多得不得了 只可惜大将军没空见他们 这些人正急得跟没头苍蝇似的 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若是娘娘肯帮他们在大将军面前说上两句话 那他们自然也就知道怎么孝敬娘娘了 华妃没想到她接的第一笔订单 正是前不久才被年庚瑶谈和的赵之源 华妃清楚 如果这时她接了这笔生意 无疑是在打年庚瑶的脸 哪有人前脚弹劾他人 后脚又为他人求情呢 正当华妃左右为难时 新消息又来了 赵之源说了 只要能让他见上大将军一面 说上一句话 他就分五万两银子进一昆宫 若是事成了 还足足添一倍的银子呢 华妃接了订单 年庚瑶便开始跑腿 一向高傲的年庚瑶化身成为宠媚狂魔 既然是华妃接下的订单 年庚瑶就算贵 也要把这笔订单贵成 为什么年庚瑶宁可打自己的脸 也要帮华妃把赵之源这笔订单完成呢 咱们看年庚瑶士成之后 周宁海是这么说的 奴才听说 这赵大人见了年大将军 只说了那么一句 三十万两雪花银送进年大将军府中 十万两银票送进一昆 二例来说 经营钱在年庚瑶他也不缺 他这么做的目的 无非是让华妃有钱赚 第二点 华妃缺衣服缺首饰了 年庚瑶买 年节将至 宫中又开始大摆宴席 席间众人有说有笑 突然太后注意到 华妃的衣服首饰很华丽 华妃便解释 自己的首饰是怎么怎么做的 工艺是复杂 材料是珍贵 无不表露出 华妃身上的东西价值不菲 于是皇后坐在柠檬树下 吃起柠檬 开口便问 华妃你这牌面 肯定花了不少钱吧 结果华妃一几百眼对了句 我可没花工价钱 陈妃家里好歹有些天 不必费宫中的钱 没花工价钱 能打造的这么阔绰的牌面 不得不说 这年庚瑶实在是太舍得 给华妃花钱了 面对华妃这奢华的衣服首饰 众人仿佛看到远在宴席外 年庚瑶的花钱场面 这是我妹喜欢的 买这东西趁我妹买 我妹生的这么漂亮 就应该打扮的漂漂亮亮的 买买买 全都给我买了 打包送进一婚宫 年庚瑶的宠妹程度 就连皇上也得甘拜下风 第三点 华妃不高兴了 年庚瑶就替她出气 当时年庚瑶盛战归来 皇上请她一块吃饭 饭后年庚瑶送华妃回宫 一路上华妃还在为饭局上的表现 感到后怕 年庚瑶便说 妹啊 你现在怎么这么胆小了 华妃说出了自己现在的处境 害怕自己失宠 年庚瑶明白 华妃这是在宫里过得不开心了 于是为了让华妃开心起来 年庚瑶立马派人去针对甄嬛塔爹 启禀娘娘 刚得到的消息 今天早朝 万贵人的父亲 已被贬为从无品督察院御史了 年庚瑶此举 并不是因为华妃宠爱被分 害怕自己的权力地位 受影响才这么做 还是年庚瑶认为 有人惹我妹不高兴了 我就要去找他爹算账 虽然这个人并没有影响我妹的地位 但是这个人让我妹不高兴了 就是不行 我必须要给我妹找回厂子 第四点 华妃恩宠被分了 年庚瑶亲自开私 当时年庚瑶了解了华妃与甄嬛的纠葛 恰好年庚瑶又在出宫的路上遇见了甄嬛 于是年庚瑶直接对甄嬛进行口头请告 华妃娘娘是臣的妹 娘娘安好 本将军才能安好 常言道 大丈夫不与小娘子计较 更何况年庚瑶还是骁勇善战的大将军 这般和皇上的嫔妃说话是不是不妥 就好像混社会的头头在路上拦住一学生妹 严生警告 谁敢欺负我妹 我要了谁的命 第五点 华妃失宠了 年庚瑶连上请安折子 当时华妃失宠年庚瑶带兵在外 得知自己妹妹失宠的消息 年庚瑶连上折子 年庚瑶的请安折子上不都明说了吗 年庚匾斥 臣心内不安 如至输久冰雪之中 只因华妃失宠 年庚瑶就用战事威胁 仿佛在向皇上挑衅 你是皇上又怎样 只要你对我妹不好 我就不能好好带兵打仗了 因此皇上不得不踏进易坤宫的门 宠幸华妃 人人都说华妃是被皇上利用欺骗 实在可怜 但华妃有年庚瑶这么一个护着她的哥哥 她的前半生确实如她所说 做人就要轰轰烈烈 世纹在这吃人不见血的深宫中 有谁又能像华妃这样活得自由潇洒 夏冬春因为说错一句话断送了一生 安玲蓉成宠 因颤抖几乎被丢入冷宫 就连甄嬛都要时时刻刻想着 自己要说什么做什么 皇上才会高兴 只有华妃因为有年庚瑶的疼爱 自意的活着 她可以不用像皇后那样假装贤良淑德 她也可以公然当个促王 对皇上说要是走了 就别再等我易坤公的门 她还可以吃最好的用最好的 只可惜华妃所拥有的这一切 都不是那个她以为的她爱的人给的 而是那个真正爱着她 宠着她的年庚瑶给的 因此年庚瑶死了 华妃便什么都没有了 怪不得淡幕都劝华妃 好好珍惜年庚瑶的爱 毕竟下一世的樊胜美 就没有这么好的哥哥了 看过甄嬛传的观众都知道 后期苏培胜不仅带甄嬛 是看了果郡王的家书 还将大胖局召见下意的事 一并告知了甄嬛 苏培胜的这种行为 可以说是对大胖局的背叛 那么苏培胜究竟会为何背叛大胖局 投靠甄嬛 今天让我们来唠唠其中的缘由 首先是因为锦西的缘故 这也是苏培胜加入甄嬛战队的初衷 锦西帮助甄嬛回宫 于是主动找到苏培胜 表示自己愿意和他结为对食 那我现在才来说要陪你 有些晚了 苏培胜听到锦西这话 心里又惊又喜 怎么 你终于啃了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苏培胜这句话里的终于二字 这两个字可传达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那就是苏培胜喜欢锦西已有多年 他对锦西绝不是朝夕露水之情 这就促使他对锦西的要求无有不应 而接下来锦西果然向苏培胜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苏培胜明知这事很难办 但看着锦西眼里的期盼之色最终还是将自己的手轻轻搭在了锦西的手背上 这就代表苏培胜答应了替锦西办这事 果然第二天苏培胜就去往了林云峰与甄嬛商量回攻对策 谈话期间苏培胜曾对甄嬛说过这样一句话 通过苏培胜的这句话我们可以知道苏培胜加入甄嬛战队的最初目的 就是为了和锦西在一起 你要知道苏培胜在后宫摸爬滚打多年 后宫中的宠妃也有不少 但苏培胜从未战过队 此时却愿意为了锦西战队一个废妃 苏培胜对锦西的真心可见一斑 后来张嬛回攻诞下双生子 苏培胜便趁机向甄嬛和大胖菊求恩典 大胖菊心里正高兴 于是就成全苏培胜的愿望 将锦西赐给了苏培胜做妻子 从前你们俩受了极大的委屈 既然今天贵妃开口了 朕就把锦西正式赐给你做妻子 这样一来 苏培胜就更要对锦西的前途和命运负责了 所以当大胖菊和甄嬛有利益冲突时 苏培胜为了保全追随甄嬛的锦西 也会下意识选择帮助甄嬛 其次 苏培胜之所以会背叛大胖菊 也是因为大胖菊自己伤到了苏培胜的心 苏培胜作为大胖菊的贴身秘书 各种辛苦不是一般人能够体会的 看过甄嬛传的观众都知道 苏培胜是最会揣夺大胖菊心思的人 很多时候哪怕大胖菊不开口 苏培胜也能够准确猜出大胖菊的心思 这儿大胖菊没有说一句话 甚至连一个只是意味的手势和表情都没有 但苏培胜就是能够笃定 大胖菊此时最想去的地方 让人在感慨苏培胜揣测圣心功夫 也太厉害了的同时 又不免想到这样的功夫得是碰了多少钉子 吃了多少委屈才得以练成 而且这还是在大胖菊心态平和的时候 当大胖菊心里不痛快时 苏培胜就会变成大胖菊的出气筒 皇上 你一晚上没吃东西 喝点茶提提神吧 放死 你们都放死 这儿大胖菊正在为甄嬛悟川纯人故意一事 而感到焦躁烦心 苏培胜只不过是讲来提醒 大胖菊要注意保重身体 就无端遭到大胖菊的迁怒 这可真谓是半君如半虎 除了以上这些 苏培胜平时还要随教随道 并且全年无休 说是悲惨打工人也不为过了 但即使苏培胜这样劳心劳力 大胖菊也从未体恤过苏培胜的辛苦 当苏培胜和锦熙对时一事被告发以后 二人便被皇后抓起来 送进了慎行司 那么苏培胜被抓起来以后 大胖菊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 咱们接着往下看 苏培胜和锦熙二人被抓起来以后 甄嬛曾去大胖菊跟前 名为认错 实则求情 锦熙虽有错 可他毕竟服侍了臣妾这么多年了 人皆是又生气又心疼 这里甄嬛说是锦熙跟了他这么多年 所以他心疼锦熙 那么以此类比 苏培胜跟着大胖菊的时间 可要比锦熙跟着甄嬛的时间还要长 按理说得知苏培胜在慎相思受刑 大胖菊应该更心疼才是 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 只见大胖菊对甄嬛说了这么一句话 你若是真舍不得崔锦熙 甚至内务服再给你挑个更好的 这里大胖菊劝张环放弃锦熙 也就意味着大胖菊打算放弃苏培胜 因为苏培胜和锦熙是一起犯的错 都还没有抓一个放一个的道理 可惜苏培胜自幼时就跟在大胖菊身边服侍 却得不到大胖菊的半点体恤和联系 后来大胖菊在端费的劝导下决定宽恕苏培胜和锦熙 锦熙从慎行思出来以后 甄嬛对锦熙的态度是这样的 这儿我们可以看见甄嬛脸上 那种溢于眼表的欣喜 以及她眼中若隐若现的泪光 甄嬛对锦熙的情谊之声可见一斑 之后甄嬛还给锦熙放了个假 嘱咐锦熙要好好休息 你付锦熙回屋子里去歇息吧 这两日就不用过来伺候了 但苏培胜可就没有这么好的待遇了 只见苏培胜一回到养心殿就要立即上岗 要说大胖菊也忒小气 自己的员工刚受完刑罚 好歹给人家放个假调养一下 但大胖菊不仅没给苏培胜放假 反而还接着棒打鸳鸯 如此也难怪苏培胜会对大胖菊失望 转而彻底投靠甄嬛了 毕竟比起大胖菊 甄嬛这个领导更加体贴关怀下属 说了以上两点 苏培胜背叛大胖菊投靠甄嬛 也是权衡利弊的结果 甄嬛回宫以后 虽然遇到了几次危机情况 但到底还是平安度过 后来随着宫斗的深入 先是三阿哥被割了黄袋子 接着是皇后倒台 此事甄嬛在后宫中可以说是一家独大 且甄嬛西下有两个皇子 无论哪一个继承了皇位 甄嬛都会是太后 而大胖菊的身体却是日渐衰弱 指不定哪天就会撒手人寰 所以为前程祭 苏培胜也会投靠甄嬛 常言道 良情则目而期 贤臣则主而逝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苏培胜背叛大胖菊 投靠甄嬛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西非回宫 大胖菊这般声势浩大的迎甄嬛回宫 难道真的是因为她爱惨了甄嬛吗 天真 大胖菊之所以迎甄嬛回宫 其实有两个重要原因 其实大胖菊和太后容不得皇后一家独大 虽然太后和皇后都是一个大家族里出来的 为了家族荣耀 太后可以对皇后的所作所为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甚至还可以帮皇后收拾烂摊子 但是太后也是有她自己的底线的 对于如何管理后宫的女人 太后一直秉称着 一花独坊不是春的制衡理念 而这套制衡术恰好又是大胖菊治理前朝的常用手段 所以当华菲下线甄嬛离宫之后 大胖菊和太后一定会在后宫扶持 掣肘皇后的势力 同时还会扶持四阿哥去牵制三阿哥 毕竟皇后和三阿哥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如果后宫中皇后独大 就意味着前朝中三阿哥独大 大胖菊最忌讳的就是后宫和前朝勾结在一起 因此她是绝对不允许皇后独大的 特别是皇后清吉对四阿哥下手时 大胖菊和太后清楚 他们必须要在后宫扶持新力量了 而这股力量除了要做到平衡后宫之外 还一定要和四阿哥拧成一股 这也是为什么大胖菊在迎甄嬛回宫之前 不仅要给甄嬛赐大姓 还要给她送儿子 从前往后 四阿哥的圣母便不再是宫女李金贵了 而是朕的妃子 牛呼噜甄嬛 别看皇后那一副 要不把我杀了给你们住姓的样子 实际上皇后也猜出来了 大胖菊此举完全是和太后商量过后的共识 否则一太后不喜欢大胖菊 偏宠后宫的特性 太后怎么可能让大胖菊来这么一场沉浸式风飞呢 再说了 如果大胖菊真的爱惨了甄嬛 皇后又怎么可能用一个天象就把甄嬛困在了宫外呢 要知道太后和大胖菊这个组合 一个是上一届宫斗冠军 一个是九子夺敌的胜利者 他们两个一直都是这部剧里算计最多也最聪明的人 关于给甄嬛自大姓送大儿这事 只能是太后和大胖菊共同拍过板的 他们需要这么一个人形成新的势力去平衡后宫前朝 其二是因为甄嬛变成了大胖菊想要的那种人 综观全剧 甄嬛在没有离宫之前是有自己的小性子的 他会怒对大胖菊 他也会故意躲着大胖菊不愿意相见 但是在甄嬛设计回宫以及回宫之后 他表现出来的永远是一副善解人意的样子 也正是因为甄嬛的这份和润温婉 让大胖菊打心眼里认为这样的甄嬛真好 为啥这么说呢 咱们看在甄嬛没有离宫之前 大胖菊喜欢的只是甄嬛的那妆纯元脸 他不仅时常说起纯元的性情有多么多么的好 甚至还有意无意的希望甄嬛能像纯元那样温和 特别是在甄嬛第一次小产之后 大胖菊既心疼甄嬛没了孩子 又觉得甄嬛太倔了 所以大胖菊逐渐冷落了甄嬛 并且在和太后聊到甄嬛的时候 大胖菊是这么说的 可见大胖菊需要的是一个懂他并且听他话的人 一旦甄嬛成为了听话的人 大胖菊就让他负宠 一旦甄嬛不听话了 大胖菊就会冷着他 这也是为什么当初甄嬛在凌云峰表现出悔过的样子 大胖菊立即就把甄嬛拥入怀中 或许从那酿枪的步伐 从那事先准备好的大玫瑰簪子 咱们可以说大胖菊是爱甄嬛的 但是大胖菊爱的绝对是那个温顺的甄嬛 要不然后期大胖菊 为什么还会千方百计的想纳了御饶 甚至在御饶问他 甄嬛在他心中是什么样的存在是 大胖菊是这么说的 你姐姐是正身边最重要的女人 这个最重要的女人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甄嬛比后宫中所有的嫔妃都重要吗 可拉倒吧 要是甄嬛真的这么重要 大胖菊还会不顾甄嬛的感受 想尽办法要取御饶吗 很明显大胖菊口中最重要的女人 是因为甄嬛给大胖菊提供了许多有用的价值 这个价值可以使甄嬛祝四阿哥制衡了三阿哥 也可以使甄嬛瓦解了后宫中皇后独大的局面 综上可见大胖菊之所以大张旗鼓迎甄嬛回宫 除了那点爱之外 更多的还是甄嬛回宫能给大胖菊带取更多的价值 甄嬛传中沈梅庄 为什么用一个镯子就能重新获同 欣喜如发的沈梅庄 为什么会找一个漏洞百出的借口 这期咱们就来唠唠 梅姐姐重新获宠那些事 第一点 皇上喜欢嫔妃对她花心思 沈梅庄怀了温时初的孩子后 想给腹中的孩子名正言顺上一个北京户口 于是一贯拒皇上余千里之外的沈梅庄 站在皇上下朝的必经之路 假装偶遇皇上 一大早的 在这低头找什么呢 还能找啥 这孩子找个爹呗 皇上听着东西丢了 吩咐下人帮忙找找 结果找到了爹过来 一看竟然是个玉镯子 等等 好像有哪儿不对 玉镯子掉地上还能完好无损 梅姐姐 您这玉镯子哪儿买的呀 发个链接呗 说好的不小心丢的呢 完好无损摆明了是往地上呀 你说你掉个金簪子 或者是掉个耳环啥的 他不比玉镯子掉地上合理 沈梅庄这么做 很明显他是故意的 而且他还要让皇上一眼瞧出他的故意 让皇上明白他是在花心思向皇上示好 毕竟缺爱的皇上最喜欢嫔妃对他花心思了 后宫难免争风吃醋 若非他们对朕有情 也不会有这么多的是非 像当年甄嬛在雪地上捂着一身的鹅子 天寒地洞 哪来这么多扑冷的鹅子 可明显皇上心里清楚 这是甄嬛的伎俩 而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皇上在乎的是甄嬛对他用心了 在这场幺蛾子事件中 咱们听苏菲的重点 这也怪啊 惠贵人肯帮婉皮娘娘 怎么不多帮帮她自个儿啊 可见沈梅庄清楚皇上的心形 按照苏菲的话 沈梅庄想要祸宠很简单 所以沈梅庄才会故意在皇上面前露馅 为的还是让皇上看出她花心思了 镯子寻回了之后 沈梅庄顺带说了几句好听的情话 镯子丢了情丢不得 岁萱里亮好了皇上爱喝的茶 皇上去喝吗 什么情丢不得 什么喜欢喝的茶 倒不如说是 岁宇萱背好了皇上最爱戴的绿帽子 皇上您去戴吗 第二点 皇上愧对沈梅庄 皇上清楚沈梅庄贾运事件漏洞百出 但当时的皇上又没法处置华妃 哪怕甄嬛揪出了贾运事件的重要人证 皇上也得顾及华妃背后的势力 暗暗受一大喇叭给华妃传达自救的消息 所以在贾运这件事 皇上对沈梅庄有愧 因此沈梅庄病愈之后 皇上赶忙跑去求和 可见皇上有意与沈梅庄重修于好 不料沈梅庄单方面宣布离婚 皇上挂不住面子 只能草草收了场 第三点 太后一次次撮合皇上与沈梅庄 因为太后对沈梅庄这个儿媳婦 十分满意 所以太后特别希望沈梅庄和皇上和好 居中太后不仅多次提醒沈梅庄 多放点心思在皇上身上 而且太后还在甄嬛有愧时 当场提醒皇上 太后亲自举荐 皇上肯定不会搏了面子 所以皇上踏进了穗玉庄找沈梅庄 目的就是试图解开沈梅庄的心结和好如初 结果饭桌上沈梅庄依旧一副淡淡的模样 表面上一杯杯陪皇上喝着酒 心里边却巴不得皇上哪儿凉快待哪儿去 另一边太后听到皇上和沈梅庄拼桌的消息 乐呵的立马让竹席给两人喝暖情酒 太后的意思说白了还是想让他俩好 第四点 皇上以为沈梅庄想通了 由于在饭局上沈梅庄对皇上一脸冷漠 哪怕竹席替太后送来了暖情酒 沈梅庄对皇上还是一副爱搭不理的模样 皇上瞧着自己实在是拿不下沈梅庄 只好顺着暖情酒的台阶试图搬回面子 正是因为皇上这句话 所以当沈梅庄借着镯子找户口时 皇上以为沈梅庄是想通了才来求和的 因此皇上并不会真的在意镯子丢没丢 可惜的是皇上并不知道沈梅庄哪里是想通了 只不过是时来运转 需要一个户口罢了 亏得皇上还顺泼下驴 喜滋滋的去戴帽子了 请不吝点赞订阅